印度疫情告急 欧美各国及世卫组织纷纷提供紧急援助 法国宣布周末向印度运送医用制氧机等大型医疗设备 美国总统拜登致电印度总理莫迪称 美国将全力救援印度 路透社消息 法国总统府爱丽社公周一宣布 法国将向印度提供大型医疗设备 以帮助印度应对严峻疫情 目前印度医院不堪重负 周一印度新增确诊35万例 连续5天刷新确诊记录 欧美各国包括法国 德国 英国 美国 纷纷向印度提供紧急医疗援助 法国方面爱丽社公周一宣布 运载第一批援助印度物资的飞机将在周末起飞 包括8台大型医用制氧机 每台制氧机能够向拥有250张床位的医院长期输送氧气 5个装有医用氧气的大容量液化容器 每台氧气容器可以为800名患者提供氧气 爱丽社公表示 印度政府在第一时间向法国提出援助要求 法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法国总统府表示 法国在向印度提供紧急援助的同时 也考虑到长远的有针对性的援助目标 以帮助印度加强医疗体系 这是法国援助的与众不同之处 另据法新社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与印度总理莫迪通了电话 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 拜登承诺美国将尽全力向印度人民提供紧急医疗救援 美国的救援包括疫苗材料 防护用品 快速检测剂 以及呼吸机等医疗设备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handeli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